到底是哪个长官呢 要他离职 又是为什么要他离职 那张显要特别在很短短的 这个简讯中强调 自己身为总统任命的特任官 当长官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也坦然接受 那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发出来 昨天的所有的记者呢 都去查证陆委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官是谁 是王玉琪吗 还是更高的长官 那陆委会呢 就发出了一个更奇怪的回应 他们说因为呢 这位特任的副主委